觀眾朋友,最近也還有一個案件 我們覺得有時候是很方向左板的 就是手法的案件 這是我們高雄人,別別英雄也會挑剔的 就是這個慶富案 我們都知道 這個慶富案就是我們高雄一個左准的公司 說要配合政府的國建、國造 就說他有財調要做立立建 其實實在他根本就沒有任力 可以做立立建 但是呢 神通廣大不知道他是怎麼有這個犯法 在國防部在法寶作前庭或軍港的港庭 竟然有一個民間的組織的公司 而且從來不可以做過這種武器的公司去抵標 其實在抵標的過程 在立法尼黃國昌委員 就已經提出國防部 很離譜的就對了 打分數的時候 幾乎都沒有達到 得標的標準 不但他的財務的能力有問題 他的技術也有問題 還有沒有保命的安全的考慮 因為這間慶富公司還有在中國做成立 所以那實在不應該讓這間公司抵標 結果國防部不知道是怎樣 就是願意讓他做 其實那個時候 中旬也有參與在這個導標 他中旬的規模 中旬的這個技術的能力 甚至說他的這個過去的經驗來說 絕對是比這間慶富 還比較有資金來做這個工廠 結果 國防部 凌選競人 慶富 他說是用抽籤的 這種的事情可以抽籤 國防的武器 這是一個國家安全 很重要的事情 結果說用抽籤給他做 他拿到這個標料 他其實他不靈在一起做 所以他也是去找外國 讓我們這個造純的公司 來做法寶 而且他利用這個過程 他貪的錢 到底拿去哪裡到今天不知道 因為他本身沒有到財務的能力的時候 他還透過他的影響力 我們都知道那時候 那個時候的總統府裡面就是 馬英九和五頓義 還在主政的時候 透過總統府 叫那時候的行政員的秘書店 簡泰郎 出來叫很多銀行做貸款給他 本來 這些銀行 在評估這個慶富 他的這個 償債能力 和他的這個資金 本業還是什麼 都不想要貸款給他 結果就因為 透過總統府 向這個行政員的影響 給這些銀行團 貸款 超貸 給他 所以他還要 他說他賜不夠 他還要叫銀行團 還要貸款 還要貸款 這個銀行 還要貸款出來 結果現在查理到 近年 最近 高雄的地檢室 起訴這個 親戶 他的 這個公司的負債人 起訴 但是 沒辦法政府 去用起訴 不管是 郭芳婆 不管是 總統府 有行政員 甚至 我們高雄市 海洋局 也有介入在這個 當中 幫忙他 要怎麼去 拿到這個 他的這個 銀行的貸款 他拿到這個 做準的頂帝 都有幫忙 但是 現在我們的 帝禁師說 都沒有政府 沒有跟一個公務員 有犯法就對了 這實在說 完全 一般民眾 沒有辦法理解 你如果說 都沒有盤的人 跟幫忙 為什麼銀行團 願意料百幾億 去貸款給他 到現在 討厭不回來了 這個孫勢 要求什麼人負債 公公報告 今天 如果不是這個案 報告 改革 這個合余 孫勢 已經讓他領 在那些錢 討厭不回來了 部告有孫勢 銀行有孫勢 就說 沒有盤銀行的負債人 沒有盤政府的負債人 說有問題 這樣意思就是說 只有一間民間的 自尊公司 他四五個負債人 近年神通廣大高 一種的地步 拿到一個完全 他沒有在做案 拿到一個 他的財務 完全沒有在負擔 他貸款 還有 將所有的錢 掛到中國 到底創什麼 夠盤的報告 我們的國民 一個答案 要求我們的國民 大家就要 尊重這類的孫勢 這是一個 讓人覺得 台灣這個司法 真正是如何 民眾會 那些無信心 還是說 對台灣的這個司法 來改革 完全失望 政府案 這可以說 就是一遍 讓人覺得 心情痛 的一個案例 就對了 所以 不怪 大家對台灣的司法 會那些無信心 在這個裡面 剛才說 這些檢察官的表現 實在是 讓人覺得 很失望以外 包括 法務部長 這個庫泰山 最近 也是說 那個話 都讓人覺得 聽不下去了 實在說 完全沒有主題 還做一個 法務部長 我幾個簡單 就像 庫泰山 竟然最近 接受全方 來講到 阿彬雅總統 這個特色案 是 他竟然說 阿彬雅總統 你不要大 那麼 愉悅 這個法律 這個概算 就對了 他意思說 阿彬雅總統 去台北看理政委 政總統 說這是阿彬雅總統 你自己的名字 你不能去 你條故意要去 你這就是在 政治操作 甚至 庫泰山說 如果 特色 特色 是要 特色 因為阿彬雅 又有很多案 還沒心 還沒特色 還沒特色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 特色 所以說 這如果要特色 總統就要寫理由 寫這個 犯罪的屬失和 他為什麼要特色的理由 他說 如果真的出原文 有時候要特色 他比較敢出原文 怎麼寫這個東西 就對了 喔 我聽到他這種 講話 蔡宏說到這種 言論出來 我覺得第一 庫泰山這個人 本身 他對阿彬雅總統 不但有偏見 他有很親的敵意 就是說 他對阿彬雅總統 是完全全門得意 他沒去想說 這一個政總統 過去對台灣有什麼說話 還知道這個總統 他讓人害怕 拍攝也好 甚至 保護自衛裡面 種種的不合理的憲罪 其實這都是你法律部 有執政 因為台中感覺是你法務部 所關閉的 你今天庫泰山 競然這種態度 我感覺說 第一 他已經侵犯總統的這種 結果 就是總統有這個管理 不是你庫泰山 可以決定說 要特色不特色 第二 就是總統要特色的時候 也不需要你庫泰山 教他 怎麼寫這個理由 你一個法務部 你是七行而已 你不是一個角色的單位 所以 我感覺說 他對阿扁總統 這種的敵意 說這種話 難道說 他在那些蔡英文是這樣 想法 所以他就他的口說出來 如果不是 變成說 其實他是這個 武衆蔡英文總統說 甚至威脅蔡英文說 你沒有主角 敵者阿扁 我法務部 我的見解 不是李總統 可以決定的 欸 我感覺這已經不適合 不設計 再做一個法務部 還有另外一個案 就是 人民眾 說這個五星期 在台灣 到處飄洋 你法務部 沒有需要採取一些 制裁 還是處罰的行動 苦臺山也說 那是言論自由 我感覺 這是委會 通前 在找理由 就對了 今天台灣人 去中華民國的國旗 去中國 他要讓你走 台灣有很多 台派的團體 有自己的旗子 你在台灣 你就不准他走 這樣你有言論自由嗎 我們說 世大運的是 一些台派的團體 要去台灣旗子 欸 可批出題 你那個時候 法務部長 他不出來說 這是言論自由 台灣人 就不能標示 自己的議員 不能嚇自己的旗子 現在 中間是台灣的定人 中間即將不斷 用飛團要對付 派多少電武 在台灣 共諜的案件 已經發生多少案件了 你怕的公約 他來這裡 五星期 這是言論自由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就要開放給中國 來做所有的通責 來做所有的通責 讓敵人的旗子 大台灣四處飄揚 所以如果有一天 五星期插在 總統府上面 你也說 那些言論自由 你在開什麼玩笑 那一個法務部長 做到這種 超越 他的官憲 甚至已經 迴避民眾 共同的 一個 上色 那些人 覺得還有出界 在那個地方 在做這個法務部長 我覺得 小英總統 你如果 過年後 說真的要來過 改造 我覺得苦太三是 第一個應該要落台的部長 他已經不適合 各地法務部 這個危機上 因為他如果坐在 這個危機上 其實 台灣不可能 修法改革 台灣不可能 修法改革 台灣如果 沒辦法修法改革 坦白說 蔡英文總統 別說他正心 就說他要修法改革 又開那個 修法改革的回憶 到那個 修法改革 一步就沒有打出來 因為你有這種 法務部長 基本你就不可能 去推動修法改革 他已經是 反對修法改革的 一個力量 所以 我認為說 蔡英文總統 或是大政黨議長 如果真的 有想要來 改造的信領 應該 法務部 一定要換掉 一定要換掉 我們但是 只要法務部 其實我們都知道 像外國部的問題 也很多 國安部的問題也很多 國安部的問題 國安部的問題 甚至 所以 內政部 我們看 為了這個 不當黨產 的追討 我們看最近這個 副聯會 這種表現 實在說 內政部 那如果 沒有自己 失陣 露台島已經說起來 很減少的事情 沒辦法 告訴大家 你定義 讓 互聯會 打臉 無數次 互聯會說 喔 好啦 我要和你簽一個 那個說 啊 我們籍官出來 啊 你繼續 還讓我們留下 所以本來 人家鼓勵說 互聯會 有幾千億的財產 結果 叫他高小婆 他不高出來 還要讓 內政部去 跟人家說 聲音說 他有三百幾億 那三百幾億 沒關係 叫他高小 存保留一聲 還要有三十幾億 要給他 叫他們另外 又 改一名 基金會 繼續給他運作 欸 他不說 你內政部 做這種 那樣的 決定度 以及為比台灣人的 這個 這個循環了 啊 你穿幾億 你剛剛說 叫他三百幾億 啊 穿起來 六七百億的 你沒有要對決 你沒有要插 啊 你又要繼續 引順的存在 啊你沒關係 欸 他效果不夠 你又要尊重 還沒大緊 他最後又發揮 說 不要和你簽嗎 不要和你簽嗎 你什麼辦法 都沒有 好 現在就有了 黨產 追討黨產的委員會這邊說 欸 這樣 我要把你這些列造不當黨產 但是 資料也是不夠出來啊 不但不夠出來啊 說 他要約談這個 菇 菇 菇原 這個 湊雲齁 就是這個 互聯會的負責人 欸 結果他做他出國去了 你又沒有和他出國了 對不對 他這樣隨父出國 欸 飛機座的去美國 你要怎麼約談 他去 百年一年不回來 你有在家去美國抓人嗎 這樣 你今天 婦聯會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甚至不但這樣 他 他 他 還叫他的秘書 從辦公室 所有的文件 資料 都都走 你 資料就沒在找 欸 你 這內政部是多嚴重的實質 齁 你要討一個不當黨產 到今天一格就討不不大金 幾年 讓人在那幫你玩弄 這樣 爭下威就對了 齁 一個叫雷遷出來 歐公要簽 一個叫潘尾公出來 說不要簽 其實背後都是 原初人在那裡操縱嘛 一個黑民的 一個白民的 就要跟你 葉俊龍這樣 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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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內政部長 你要怎麼對台灣人交代 齁 那這就看出說 台灣這個社會 就是 國民黨 這老來的 這些所有的 違反社會正義 不同的機構 不是只有互聯會而已 包括救國團也是一樣 包括國議一部也是一樣 都討不回來了 到今天一刻就討不回來了 不但討不回來了 又把你民進黨來的部長官員 把你武俗玩 把你給台灣人看漏氣 看你無露營 所以這種事情我認為一個內政部長做到這個程度來 實在是要自己試試掉 這就是讓我們覺得 台灣這個轉型正義是怎麼做起來會這麼困難 這種事情我過去講過就是 第一 時間太久了 對日本時代好到國民黨時代 幾百年不再做過轉型正義的任何一個工作 第二 現在好無用於一個民主的產生的政府 說完全正正民進黨的這個政權來說 但是 法政府這些人的評論不夠 評論不夠 無財丁堂處理過期這些流入來的 國民黨的這些過期犯法的人 犯罪的人 甚至過期的共犯結構 這些帮凶 農業還留在政府單位裡面 甚至 民進黨這個政權還在用這些人 在所有單位裡面 在財政單位裡面 在交友單位裡面 農業就是國民黨所流入來 這些共犯 帮凶 他們繼續在這樣看這個政府 這樣是 你要怎麼做轉型正義 那些都是應該讓你追求積極的 你沒有十條處理 所以 雖然小英 你說我我 要推動轉型正義 你也成立一個不當黨產的 追討的委員會 甚至現在立法院也通過一個轉型正義 促進條例 到現在轉型正義 促進會還沒走起來 任期過一半 那如果照過去這兩年看 這個不當黨產的成立到現在 也是那一項都討厭了 你看看 教育部也是一樣的 國藝一部是過去教育部出資 給他們生立的一個基礎 所以 所有的黨術都什麼都到國藝一部 過去退入來的官員去做國藝一部的黨術 那就是酬雄他們繼續讓他們在那裡享受這個 敵官 但是 最近又沒有說 國藝一部的黨術 竟然把國藝一部的財產變成他們輸贏 電器成他們輸贏了 到時候不中了 說要把它拖回來 改善國藝一部的黨術 結果國藝一部的黨術 去國藝一部 又贏了 國藝一部 又贏了 國藝一部 又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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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擔心 如果我們是暗漫說 蔡文總統還存兩年的任期 要好好把握 不要讓人民對你的期待 完全失望落空 你要再存一半的任期 你如果好好努力打招 你用這個過年後好好改造你的內閣 找真的 有要替台灣社會做事的人 有能力做事的人 在你的內閣 尤其是專行政議這部份 是 這天有法度 我們說操資在我 你如果要做你就有法度做的工作 我們台灣的處境有時候很困難 比如說外交 有時候不是你有法度 比如說現在犯立港 他想要向中國建國 不是我們台灣有制度去左右的 國藝也是一樣 例如說我們要自己做武器 你就永遠不敢 你台灣的國防 如果沒有美國的幫忙 你就是有困難 但是專行政議這部份是 你自己就可以做的 只要你有決心 你用政客的人去支撐 你的政策 你就可以完成你的任務 只要讓台灣人有一個交代 所以在這個新的一年要開始 我們這樣和大家稍微交換一些意見 共同關心台灣的政策和未來 雖然心情緊張 不過我想台灣人 也是經過一遍又一遍的考驗 也是鄉親在進步 所以我們不必要失誡 這樣台灣就有很多王子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 我們大家也有一個新的王子 做會做家事來打招 在近年有很重要的選舉 這個管市政的選舉 也好 議員的選舉 我們希望說 真的選出適當的人 特別我希望我們高雄的市民 會關心我們高雄新的市政 到底是什麼樣的 這個人可以來代領我們高雄市政的進步 站在我們高雄的好友的立場 我們當然很希望看到 醫界出身的好選人 因為我們高雄的空汙問題很嚴重 醫生關心我們市民的健康 空汙的事情 我很希望說 可以有一個醫生出身的市場 來照顧我們市民的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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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